五七七年報帶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看台北股市今天再度衝高 這個短短從農年前到今天 這個一個多月的時間 台北股市已經上漲了一千點 可是大部分同志還在關心電子股的輪動 像今天宏達電亮燈漲停 可是我們看到很多電子股 拉回什麼光寶科 這個音業達又大幅走低 可是事實上現在全球的投資焦點 已經轉向 特別是往傳產股來做個佈局 原物料行情的一個大底翻身 使得目前我們看到非常多的法人 開始不是追籌碼 追報告 因為到底這波原物料行情 會走多大 走多長的回升 觀眾朋友 我們在這個畫面當中 是看到今天大陸期貨市場的熱區 越紅的代表漲得越多 那綠的代表跌的 你可以從這個交易的各種商品跟月份 看到大陸期貨市場的全面性噴出 那甚至在今天盤中又有接棒的 包括了橡膠拉出了漲停板 那另外我們看到塑化原料 也出現了大幅強攻的格局 那其中的故事不單純是炒作而已 那跟原油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原油的大跌引發這一波 特別是塑化原物料的大漲 那其中的背景其實一講就破 一點就破 所以油價再跌 塑化原物料的漲幅可能會更大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做完整的解讀 那另外我們看到金磚四股 過去一週也創下非常驚人的漲幅 包括像巴西 這個禮拜一到禮拜四 今天還不算 漲幅已經超過了12%了 那另外像澳洲股市也是原物料的國家 津貼收州限 那本週的漲幅是創下近半年 最大的州漲幅 當然我們注意到 因為這種大型的漲幅 通常出現在空頭反彈 可是原物料做支撐 原物料的回升做支撐跟背景 要應該怎麼做解讀 那另外更重要的是 這個週末大陸的兩會召開 到底會帶出13.5的什麼樣的計畫 跟2016年的改革藍圖 我們今天請教四位來賓 好 第一位請教是 台大哲學教授 韻舉正韻老師 好 第二位請教 行代大師 蔡聖蔡老師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資生分析 財經記者 丁萬明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資生分析師 曾煥文 大K 好 觀眾朋友 我們先看到是原物料的行情 在大陸繼續火爆 當然可能台北股市的觀眾朋友 還比較熟悉電子股 因為原物料的行情 自從2003、2004、2005、2006 當時的散裝航運 當時的不鏽鋼 都是以10倍數上漲的時候 當時大家還注意到原物料 可是自從08金融海嘯之後 似乎整個傳產跟原物料股 都只有跌升反彈的機會 所以大家又慢慢淡忘了 傳產股的高配息體材 跟原物料的周期性循環 沒有想過 一過去就是10年了 那10年會不會重新再起 而且觀念很微妙 每一次以西洋月份 1985、1995、2005、2015 都是原物料低點 所以這個超級循環的載開 像今天的中綱 外資開始瘋狂的追捕手奏重碼 所以到底原物料行情要怎麼做解讀 我們先從金磚四國來做一個觀察 那本週當然漲幅最漂亮的 就是跌幅最慘的巴西 那巴西禮拜一到禮拜四 指數漲幅就高達了13.46% 就是過去這四天 巴西股色大漲 我們看到全球負利率 甚至本週我們在禮拜二介紹過 日本國債的標售 竟然用負利率的方式標出 全球的現金找不到地方做出入 巴西跌得深 成為大家第一個原物料國家的首選 所以這個禮拜 這個巴西股市漲幅就非常驚人 這個漲點其實算是四五千點做計算 那另外我們看到 第一個BIC 俄羅斯 俄羅斯本週包括本月 其實漲幅也非常大 那從禮拜一到禮拜四 這個州漲幅也是高達5.43% 那另外我們看印度股市落後不漲 那印度股市過去這五天 也出現一個跳空大型的一個反攻 那另外我們看到中國股市 特別是在禮拜一大跌之後 禮拜一大跌 那上禮拜大跌之後 調降了存款準確率之後 整個入股也出現了一個大幅度的回升 我先講 蔡羅斯做觀察 因為這一波原物料行情 看樣子從本來預期的反彈 慢慢變成回升 而且現在從庫存 從交易商的倉位 結果發現大家都不夠 甚至很多投資銀行的交易部 原物料的交易部 早就裁光了 現在臨時要報告 要不到 就是為什麼漲 連寫報告的人都已經被裁光了 供給車改革 所以到底哪些是漲真的漲假的 像澳洲股市今年大漲 都是跌太深了 你怎麼做觀察 那原物料就是 其實所以那個世光 我們這個團隊一直這兩 這幾個月一直都在追那個原物料股 為什麼 他跌到常年的低點 我們一直想摸底 好像摸到了 常年的低點的話 他很容易就形成回升 不是反彈就是回升 對 有的時候我們講過 反彈的話 他要再破底很難 如果說再相對低檔 那有的是反彈就會破底 他不是 他這個反彈很難去破底 不然就是一個回升 所以要形成回升不困難 是 那個不是 我講的不困難 不是我們那個臺子當初 那誰講那個九千點 要漲到一萬不困難 也是高點 所以相對的位置不一樣 對 那你看一下這個巴西 對 最慘的 垃圾等級 金山市國 像他的七萬多 跌到那個三萬多 是 那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鐵板架 鐵板架就是 那個這是在那個金融 金融海嘯前的起漲區 那這個呢 就是在08年的那個 金融海嘯 海嘯的低點 殺到這個地 這兩個地方大約都在 這個區間 你看這兩塊整理的區間在哪裡 三萬六到四萬之間 所以這個地方 三萬六到四萬之間 碰一下上 這下影線兩個月 最低三萬七千多 這是月線 那一個月的反彈 就達到了13person 那這個就是一個跌生 不過以他的協購 直接要回升會困難一點 對 跟原物料不一樣 他這個回升 但是最起碼反彈空間很大 因為他跌生了 跌太生 那就是回到什麼 回到他的一個鐵板區 另外印度化就不一樣 印度他在結構上 跟那個巴西就不同 巴西是跌到下面來 所以說他是做一個 因為這個各國的體質不一樣 對 體質不同 印度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人口也夠大 對 來 那所以他的反彈 大概就是五六person 是 那一般來講 就是如果說 就像以目前的事況來講 搶當然就是搶那種跌生的 對 他那個反彈幅度會比較 像印度這個反彈幅度 他就不會這麼高 對 那另外像俄羅斯 是 俄羅斯跟中國 跌回來的位置都差不多 都回到這個地方 但是也是一樣 俄羅斯跟中國 兩個那個本質也是不一樣的 是 所以這個地方 他就容易形成什麼 反彈 因為油價也開始那個 油價的指紋 而且雙底打出來了 所以這一波的俄羅斯 他的反彈的幅度 應該會比較大了 那你說從這邊 大概也談了六百點 也談到八百點了 很嚇人 看起來都沒動 月線好像還在下面 沒什麼動 對 那回到上面 也是一個破底翻而已 然後再上來 也超過三成 對 也很容易 光是現在已經彈三成了 是 那看起來月線還沒什麼動 就已經彈三成 這個就一個跌升 但是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大陸股市 是 陸股也一樣 回到下面來 那我 我在不管任何地方的一個演講 我常常講 最重要的就是這種量 是 因為量剛開始一出來 他不會就這樣上去就出來 他會後面會有一波接一波的出來 初生段 主生段 末生段 所以這個出來之後量縮 將來還會再出來一波 再量縮 量縮 下面的那一波就是要回來挑戰 這個高點 是 那現在等的就是等 等這個底部的形態夠完整 因為我講到三千點以下的路股 都是屬於低檔區 對 雖然很多人會看到他跌到一千點 但是我們整個結構上來看 這個這一段期間 不管你說是 我一直強調說 如果說你是要現股去買的 你隨時都可以買沒關係 因為時間 因為這個就是我講的 這個是已經是 這是已經是九年前了 是 這邊去年第八年 今年第九年 我講過十年內 還要回來高點一次 今年都第九年了 你剩下多少時間 讓他回來這個高點 對 所以說這個這裡的 其實他未來的一個利潤很高 是 因為為什麼 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大家都高檔追他 然後低檔不理他 我想這個要請哲學系的 這個哲學家教授 來跟大家開示一下 好 這個很奇怪的事情 都發生在這種情況 我們都請劉老師來解釋 為什麼他喜歡追高 可是不喜歡買低 但我要先請教萬民哥 因為我們看這個大陸的這個 我們叫大數據的 可視化的一個處理 觀眾朋友 當然這個圖很模糊 你只要記住 第一個 越紅的代表漲幅越大 那綠的代表跌 越綠的代表跌幅越大 那這個是按照橫向的成交量排名 觀眾朋友 我們看今天 第一個大漲的 包括鐵礦石 另外包括像棕櫚油 也是很熱的 包括我們看到貴金屬的 基本金屬的鎳價 可是今天又有三米開的接棒 包括PP 巨丙錫 這巨丙錫 當然使得今天台塑化的股價 盤中看齊了 觀眾朋友 台塑化是台北股市 第三大全資股 它從五盤之後 隨著大陸巨丙錫價格的暴漲 連台塑化都開始急拉 那另外包括我們像橡膠 在今天更是拉到了漲停板 所以整個原物料輪動非常快 從鐵礦砂 把我們前提也講的紡纖 以下又輪到了巨子類等等 我們今天要特別觀察 因為橡膠跟巨丙錫 這兩個是現盤面熱點 而且大陸的起貨大漲 也帶動了全球橡膠起貨的走高 也同時帶動了塑化原料 全部走高 那我們把這兩個抓出來 一個是木製碑 木製編道 農產品的橋本植物 那橡膠的突破跟大漲 因為今天拉出一根藏紅 那這個好像是感覺一個底部起漲 那另外PP已經漲很多了 它扮演整個塑化原物料的領頭羊 我先從橡膠做觀察 我請教一下萬民哥 因為我們看到過去這兩年其實橡膠跟這些塑化原料 兩年的跌幅都是腰斬 你從歷史糕點來看的話 就跟金屬類一樣 跌幅非常大 可是最近我們看到 這叫供給車改革 全球最大的三大橡膠商商 印尼 馬來西亞跟泰國 這三國佔全球76%的橡膠供應量 從這個禮拜起到8月31號 要削減全球6%的橡膠出口 它們是一個橡膠的托拉斯 而且集中度非常高 從這個禮拜開始要開始削減全球的供給 它並不像歐佩克非歐佩克要動產那麼難 因為它們三個國家坐下來講好就OK了 因為其他人沒有橡膠 那另外我們看到因為橡膠的大跌 也使得橡膠素現在遭遇到生存危機 因為橡膠素的種植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才能產生焦 而這個橡膠素太老 它的焦質產量也會減少 那另外官媒大家可能看過很多電視 怎麼產焦 就在樹上面挖幾條線 底下拿個杯子慢慢接 所以它是個勞力密集的產業 又碰到它是一個生產粗集的產業 過去幾年的產量跟價格太差 使得橡膠農我們叫橡膠農 把橡素砍光 也沒有去採膠 像是去年棄膠的問題很嚴重 我們怎麼看到橡膠的暴漲 它也是一個全球原位要景氣的領頭羊 您的觀察 這個天然橡膠的生產高點 大概是在2014年 大概是一千兩百萬出頭 對 這個地方 2013 2014年大概這樣也是個高峰 去年整個橡膠的產量一下跌了 跌了大概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說原來大概四成多一點的產能 你會覺得橡膠這麼重要嗎 的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橡膠都一直佔領有資源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化工石化業的發展 人工合成橡膠不斷改良 其實現在大部分使用的橡膠 都是合成橡膠 但是合成橡膠也是受到石油價格的影響 比較大 那過去幾年產能都很高 所以整個全球的橡膠的市場 受到影響很大 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是2014年底 日本橡膠市 東京的橡膠期貨 跟上海橡膠期貨的價格 對 像這個最高的時候 大概是2011年的時候 上海跟東京橡膠 因為大陸的橡膠需求量大 然後投機的需求也大 所以它的彈性價格比較高 它跟東京的橡膠價格 這個藏口大概有30%以上 也就是說上海橡膠期貨市場的價格比較貴 對 但是到2014年底的時候 它這個藏口 兩邊腦其實都跌了將近六成多 這個價格 不只腰斬 而且東京跟上海期貨 橡膠期貨市場 它這個藏口已經縮到 大概只有17%16%的這個距離了 表示最大的市場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大概占了全球的市場 大概三分之一強 對 表示中國大陸的市場 快速的需求快速的下滑 對 去年前 所以它跟東京的這個價格差距也開始縮小了 對 那這次這個漲以外 這個有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第一個香蕉的庫存 對 香蕉的庫存 去年中的時候大概是個高點 是 大概是320萬公噸 但是去年底以來到現在 這個已經降到大概250萬公噸 這還含於估值 對 忽然大減 忽然大減就是產能的因素 那這個價格的因素 對不對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全球的央行 都是抹足了近 搞寬鬆 資金面大家不缺 那現在就看供需面 供需面現在也許需求 還沒那麼快出來 但是供給面 有問題 已經有了問題 像我們看這截印尼大地震 什麼7.9級 前天不是 晚上我們看很多台灣媒體都說 海嘯警報 觀眾朋友那不是海嘯警報 那個習 價格就狂飆 因為印尼大地震 現在供需都很低 其實那個不是海嘯警報 那是原物料警報 你知道嗎 就是現在原物料市場 已經到了草木皆兵了 只要隨便有一個人 你不相信對不對 對 明年馬來西亞總統或泰國國王 對不對 點一跤對不對 橡膠又大漲 都很有可能這種事情 你可以看出來 像泰國 這藍線是泰國橡膠的這個價格變化 最低的時候是2014年底的時候 但是從去年開始 泰國政府就開始補貼 橡膠籠 價錢就開始高了 再加上產能的這種 減少 這個橡膠 這一段的烹出航行 對 我是覺得因為減得太多 就像世光講的 很多人因為過去幾年 因為2013年以前 全球都在種橡膠 對 像大陸那個最大的熱帶雨林 雲南的那個西雙板 很多熱帶雨林砍掉 種橡膠 種橡膠發覺種得太密 是 那不得了 你這個零像一改變 整個生態環境都變了 對 雲南開始出現旱災了 然後什麼白粉鎮 然後什麼甲殼蟲 類似的這種 橡膠不是種下去就有 橡膠是長大到產膠 5到7年 最後到5到7年 對 所以開始對不對 從2013年以後 又有人開始砍橡膠 對 不但是東南亞國家砍 對 那另外還有一點 這個大家對於生態環境的重視 也曉得不能夠在那樣盲目搶中人 像緬甸也是一樣 對 也是類似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的這個工具 要工序要達到重新平衡的話 可能要花個4 5年跑不掉 我還記得 我觀眾朋友還記得 2005 06年 這個越南的農民最可愛 政府知道 當年越南人 越南的工業復興就決定種橡膠 結果後來咖啡狂飆 越南農民種了5年橡膠 橡膠快要產出來的時候 把它全部砍掉 趕去種咖啡 可是因為咖啡也要種5年到7年 那咖啡豆才會穩定 結果咖啡豆種起來之後 咖啡崩盤 又把咖啡砍掉 種橡膠 我有一個朋友在海南島做家具的 它的原料就是橡膠樹 那兩年多前對不對 就搬到越南去 因為那邊出來 出了很多橡膠樹的木材 就為什麼 砍掉的橡膠 因為橡膠價格跌得不像話 所以工廠也搬到那個地方 但是我認為 可能它很快對不對 工廠也要宣布倒閉 因為橡膠樹又沒有了 所以這樣好戲還在後頭 好 我們這樣往回來觀察 因為全球的農產品不是跌今年 或許大家只關需原油 因為原油的下跌 只是整個原物料 最後一棒的崩疊 很多農產品的大跌 像橡膠 它面臨的問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為什麼 因為包括一下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 而且經濟變好了 年輕人離開了江鄉 所以也沒有人回去再願意種橡膠 所以橡膠 所以從橡膠去比心 今天的大漲 到底有什麼基本面的原因 我們這樣廣告 都跟油價大跌有關 油價大跌反而使得這些 供給面出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這樣廣告 我會幫你做進入解決 好 油價這次崩跌有兩個很特別的現象 觀眾朋友 上個禮拜 巴菲特的波克夏公布了它最新的財報 整個財報其實都還不錯 除了大家關心IBM之外 唯一讓大家跌破眼鏡的是 波克夏是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衰退 就是車險 為什麼車險會衰退 波克夏的保險公司不是很棒嗎 債保做得很好 那波克夏的說法是因為 油價大跌 使得美國人都把車開出去了 里程本來開3公里的變8公里 5英里的變10英里 沒車的全部開出去 所以使得車子全部開到路上之後 意外事故就增高了 所以波克夏竟然被油價給害到 因為車險的理賠忽然暴增了5倍 這是波克夏財報 巴菲特千算萬算沒算到 油價大跌使得他波克夏的 車險的業務出現大幅度的衰退 觀眾朋友 這是第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第二個 油價的大跌 為什麼塑化產品會大漲 觀眾朋友 大家找原因 那現在這個報告買不到 為什麼因為交易員都被裁光了 因為原物料壞太久了 那大陸就出了報告 也被華爾街來做引誘 什麼原因 觀眾朋友 第一個 原油的庫存爆掉了 這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原油庫存爆掉了 那原油庫存爆掉之後 那基本上煉油廠就拼命 開始加工生產 生產出來就是汽油 石油腦 還有芳香精做裂解 結果沒有想到 美國現在除了原油 原油 那個黑黑的原油 庫存爆掉之外 現在美國加工出來的 汽油 蒸餾油 航空油 現在庫存也爆掉了 那就麻煩了 原油爆掉 那沒關係 成本降低 可是我把原油來加工 一加工出來就會有 汽油跟石油腦 可是汽油爆掉之後 我石油腦是塑化產品的最上油 可是我總不能把汽油 往墨西哥灣道吧 所以因為沒有地方擺汽油 所以現在開始全面調降開工率 所以現在看到 因為原油庫存過高 導致汽油庫增 這個庫存也水漲船高 那因為這些油品的這個庫存 水漲船高 導致開工率開始大幅下滑 所以我們看到 又碰到一個慣性 這是我們看 從2011年以來 美國的煉油廠的產能利用率 報告 那基本上每年的高峰就是夏天 因為夏天用油高 所以這個開工率會走高 那每年的第一季 那因為需求少 所以開工率都比較低 那今年更麻煩 因為今年的庫存爆掉了 連大陸最大的忠實化 都是15年來第一次宣布 要調降開工率 都是因為汽油過剩的問題 可怪沒有 大家只看到原油過剩 跟汽油過剩 大家沒有想到 你開工率調降 所有塑化用品 什麼PVC PP PE 我們做塑膠袋的 做容器的 做水管的這些塑膠的上游 跟著一樣 它的供應變少了 所以我要請教蔡生蔡老師 我們觀察 因為這是一個很意外的 一個做法跟想法 尤其最近幾個像丁二熙 像今天的台象 就開始大漲 什麼原因 因為一樣 它並不是需求的問題 就是跟剛外面講的 現在供給常常有差錯 有的是援手跌倒的 地震的 現在最沒想到是因為油品庫存爆掉 導致了裂油廠不得不調降 它的生產的開工率 變相使得塑化產品的供給變少 觀眾朋友我們看到 這是丁二熙 丁二熙做什麼的 觀眾朋友一個是做輪胎 另外做保險桿 這個ABS的保險桿 這是最重要的原料 不可少的 可是因為沒有原料供應 這個價格 這個短短一週 像大陸連續本週調漲的兩次價格 你要也沒有沒辦法 因為煉油廠的開工率在下滑 我也沒原料可以生產的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到 整個PP跟橡膠就輪漲 輪漲輪漲 我們現在怎麼看到 從原油看到原物料 甚至看到黃金創一年新高 原油創兩個年新高 現在連妹也帶動這些下油的 想都沒想到 開始變成供給不足 你能觀察 好 我們現在從原油開始 我講到最後還有一個蠻好玩的 就是跟原油有關係的 處於歷史低檔區的 是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石油在這個地方 終於出現兩隻腳了 形態完成了 老師 那時候算兩波這幅也算25 沒有形態之前很難去預估 我們講過這種東西很難去預估 它的震盪會怎麼樣 但是形態出來 雙底出來了 之前我講到29次 它的資深 現在提高到31 因為跌破31 就表示跌破線下 那這個底部就失敗 對 那這個沒有破之前 這一波也就是說 這個底部的側伏滿足 這裡 也就是這個 這裡的一個距離 會等於這裡的距離 大約會在42左右 42就回到這個起跌區左右了 差不多啦 對 一百多跌下來嘛 對 這個是正常 所以你只要注意看31 那再來就看 這個是大陸的紀秉熙 今天大漲 領漲 你看那紀秉熙 紀秉熙呢 從五千多漲到這裡 這裡我看那個幅度 已經非常高了 那問題他只是回到這邊來 那紀秉熙的話 他已經回 紀秉熙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紀秉熙 他已經到達他這裡 有一個頭間頂的那個 頂的這個頸線附近了 紀秉熙就是什麼 做塑膠袋 觀眾朋友你先買保鮮膜 就是PE 講句其實聽不懂 就是做塑膠袋 跟保鮮膜的原料 這個是PE 對 跌到這邊 所以他的跌幅比較深 所以他彈幅就比較高 剛剛那個跟巴西一樣 跌得多的就會長得多 意思都是一樣的 這個從這個地方 七千五漲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個什麼 底部的一個完成 那你只要注意六四五五 對 這個是一個原物料的 那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從那個貴金屬 到基本金屬 到其他原料 那黃金是因為上次突破了 19 我講到的那個 191 所以他形態上 就是短 短中期的空頭的結構被破壞掉了 老師這會不會是因為負利率的關係 因為負利率的關係 因為我們 說實在 我們請問老師用哲學小圖 負利率真的是前所未見 他不僅是把我們金融跟財務模型給做破壞 他也把時間的概念給做破壞 所以黃金 蔡老師本來之前看得比較空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負利率的關係 開始不斷地擴散 他扭轉了整個原物料的未來 有沒有可能 但是就原物料那裡有的 他也跌得很低 包括像紀比錫 這些東西 你看那個鐵 銀 鐵 鐵都已經跌到 但是黃金不一樣 那黃金當然了 剛剛我們講到負利率 因為負利率是百年難見的 以前也沒看過 不要說我們這輩子 我們上輩子的一些 千年難見 從來沒見過 從來沒看過 所以他或許會影響到 就是這個應該就是負利率的關係 把他扭轉了這個型態 但是長線的結構 他因為他的修正不夠多 所以他只是做中間的一個修正 那修正的話 你還是要注意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講 我等一下跟各位講到很多商品 你絕對不會去選黃金了 當然黃金我們是跟他 你就注意看一下 這裡會有一個支撐是在那個1215 也就是說這個頸線突破了 突破就不能跌破 你只要注意看那個1215就可以了 那另外來看 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一樣貴金屬 那白金他的泰式會更明顯 這日線 剛剛是週線日線 因為這一波 他剛剛做一個下降趨勢線 下降趨勢 下飄期 下飄期是多頭的中繼站 剛剛做突破 也就是說這是第二波的起障點 那起障點你只要注意看支撐931 對 那這個會比較好掌握 對 如果說你喜歡做龜金屬的白金 931就是你要 如果你要跳進去龜金屬的話 這個就是你要設的一個停損點 對 那另外再來看一下金銀銅 我們來看一下銅 銅也很漂亮 金銀銅鐵都有 對 來 那銅他這個就是一個破底翻了 這個上次講到了 那個支撐兩塊錢 老師我們也不用拿週月線看 因為反正跌太深 都跌到剩兩成了 因為最高的話 他最高是這個4.6495 跌到剩下1點多 對 那這裡破底翻就表示 這裡的進貨區是在那個 這個11月到12月 進貨區是在這裡 主力的進貨區在這裡 對 你只要看到破底翻 那表示說之前這是人家在進貨的 所以他破底會把它拉回來 對 那進貨區在這裡 表示說這邊剛做突破 而且這兩個量 你注意看這兩個量 這個兩個量都是推升量 對 然後最近把它推回來之後 表示說進貨完畢 然後現在開始什麼做推升 所以你現在要注意看的 就是2點 在2.1 是 支撐已經不是2了 而是2.1塊 在這個地方 對 因為2.1不能 因為突破就不能跌破了 再來就是看漲幅滿足 這個地方 好 那再來看鐵 鐵礦石 那個鐵的話跌得深了 對 那這個也是很漂亮 是 那這邊也是一個進貨區 這個進貨區是7到10月份在這裡 對 7到10月 因為這裡破底又翻回來 所以這也是一個進貨區 那量才剛帶出來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有三個月 那現在站起來不到一個月 是 那這個我就想對稱的一個相對安全 後面也是會有三個月 最少安全 就是不是盤就是漲 對 它是一個多頭型態的一個結構 那再來看一下 鐵最近好像談很多 但是你看那個結構 從這邊崩到這邊 又崩到這邊 對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事官來講 有的都已經打兩折打一折了 對 那這個結構上 他也是剛剛做破底翻 你這邊我們看 我們把這個周線拿起來看 他這邊只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隨便一談起來 你說黃金的漲幅要超過這個實在是很難 對 非常的難 那另外像這個日本的橡膠 對 橡膠我們也是前不久才拿出來 他剛好在擠障區 對 而且他雙腳打出來了 上次我們講到這個你要買的話 停損設在心低就好了 是 風險很低 今天剛好突破頸線 對 那突破頸線之後支撐在哪裡 就一百五十六 你只要注意一百五十六 這是日本橡膠 那我們再來看大陸橡膠 大陸橡膠這裡也突破了這個底了 這是第一根 對 那第一根就是一個攻擊發起 是 那這個地方就是大概十月到十二月 是他的進貨區 也是破底翻回來 對 你看嘛 破底 再來就不會破前波的低點了 對不對 所以進貨區是在這裡 對 不是最低點 那這個地方突破之後 那你只要注意這個景線就好了 所以這個叫做一個攻擊 才剛剛開始而已 剛剛開始 所以做多風險比較低 比較低 然後他這個底這麼 這個底部完成了之後 那表示他會有一段的一個攻擊的一個時間 從這個地方十月 這個地方十月到二月 有四個月的時間 這個底 那這個盤漲的時間 我們要減半大概也要兩個月 今天才第一天 對 第一天你只要注意這個藏紅低點就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那不是老是漲了 漲了再講 我們來看一個有沒有機會摸底的 就是天然氣 天然氣最近很慘 對 今天還在破底 對不對 但是他這一破 已經破到他這個又是死租價 西迪亞給的地方 對 你看這一波的低點 跟這一波的低點 這個幾 這個多少年來才會來一次 那現在也來了 是 那既然來了 那表示說有機會 那我們從哪裡去看 我們從這個日線來看 對 日線它最高是在二零 這個是在二零零五年的十二月 最高是十五點七八 對 這邊最低跌到一點六一 這個不知道打幾折 那你再看 我們從量的結構來看 這一根有一個開低走高的量 是最大量 最大量破了 將來再回來 那表示這個是進貨 是 那現在破了沒有辦法確定它是進貨 從量的角度來看 這根方紅的量大 但是沙盤的量小 這有很大的機會 它是進貨的 對 那你只要注意看1.77 將來只要回到1.77 就表示破底翻 是 那這個就是一個進貨型態 是 那你只要看到1.77進來了 那你就跟著進就好了 是 那個就變成說 又有一個 又有一個 又有一個商品 又要開始去摸底了 對 我們看到現在巡物條圈返的 可是老實講天然氣 天然氣要怎麼追蹤台股 我們不知道 還在做連結 可是各位朋友我們看一下 鐵礦砂 鐵礦斯這會漲幅很大 觀眾朋友 你能想像 中鋼這過去24個交易日 漲了32%嗎 中鋼 中鋼 你現在還在玩電子股嗎 觀眾朋友 中鋼夠安全了吧 過去這20幾天 你農業錢買到現在 會從17塊漲到22塊 到今天盤中還在爆量 現在外資開始狂追中鋼 甚至我們看那些小型股 中鴻就以前葉龍 今天已經連續兩天做噴出 從還漲變急漲 我說我們標準叫做從鐵金鋼 鋼鐵金鋼變小飛俠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 整個多頭的行情 在台北股其實大幅的轉向 我要請教一下大家 我們做觀察 因為我們這幾年在追原物料 跟台北股的連結 事實上它是安全 因為第一個全球負利率 很多傳產老牌的大型股 不管是台塑 遠坊 遠東新 中鋼 其實買的對投資人是安全的 因為基本上 你看中鋼17塊 你就會倒掉嗎 它不可能倒掉 每年還配一塊多兩塊給你 比銀行定存好太多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抓 那從今天大陸期貨 像橡膠的突破 像巨秉性的突破 我們看台北股是今天 塑化股 橡膠股也大漲 我們應該怎麼解讀 他們這個會不會 每一檔就開始跟鋼鐵股一樣 因為現在才開始 你看鋼鐵股全部都沒量 觀眾朋友 從三塊多 漲到六塊多 漲一倍都沒有量 一直到漲一倍之後 大家開始怕手 現在漲一倍才開始出量 您的觀察 對 這一波原物料的行情 就像中鋼一樣 因為中鋼是領頭羊 這一波 它現在由環漲變急漲的話 代表我們這兩天跟大家講說 這原物料行情 可能是會遍地瘋火 所以其他的原物料行情 也可能由環漲變急漲 那今天這一把火已經燒到 你剛剛講了橡膠跟巨秉性 因為橡膠期貨漲停板 對 那我們先從這個橡膠來講 如果橡膠的話 在台北股市我想 大家會注意到兩檔股票 一檔是這個2103的台象 跟2108的南地 對 但是我們如果把這個 因為剛剛前面前輩都已經講到 這個橡膠基本上 應該就是破底翻 就是已經開始要漲了 對 這個機會已經來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兩檔要怎麼選 對 我們先把這個時間拉長 從1997年拉到最新的這個報價 對 過去20年呢 新加坡橡膠的報價 跟台象的走勢圖 對 藍色的線呢 是新加坡這個橡膠走勢 然後黃色的線呢 是台象走勢 你可以發現幾乎是一模一樣 對 只要橡膠漲 台象就一定漲 對 反倒是你說這個 這個新加坡橡膠走勢 跟南地的走勢 反向 對 也沒有說到反向 但是不完全一個正相關 是 比如說過去的陳新這個 橡膠沒有漲 那南地自己亂漲 對 或說最近這個 這個橡膠疊 南地又亂漲一通 對 所以如果要以這個橡膠 做基礎的話 我認為2103的這個台象 相關性會比較高 這包括水泥 包括塑化 包括紡織 包括像電線電纜 像鋼鐵 其實說實在都要買大支的 因為大支的最純 都是原物料 所以我們看到 所以不要亂買 橡膠漲就亂買 像紡織股亂買 像鋼鐵股亂買 其實官方還是有風險 我還提起有風險 只是這些大型股比較 跟國際盤比較聯動 像台象好像是世界 第七大橡膠 合成橡膠製造廠 對 台象一年的營收 大概300億 那南地的營收 大概還不到100億 所以但是龍頭來講 是以台象為主 是 那如果台象 到底好不好 我覺得要先從最簡單 第一個 先從營收先開始看 是 營收的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1月份出來 雖然它的年增率是小幅衰退14% 對 這個柱狀體就是年增率的部分 對 目前雖然還是往下掉的 這個還是屬於這個負的14% 但是呢 它的跌幅有開始做收斂 是 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過去來講 這個 從營收看股價 對 台象來講 它過去在曾經在2009年 到2011年的時候 營收曾經大幅成長 就這一段時間 對 它只要營收 一旦進入大幅成長之後 它的股價就一定會大漲 是 原物料股 對 從38塊漲到87塊 就是因為它的營收的年增率 呈現一個正成長 在這個 就是那時候橡膠大漲 對 那現在如果我們假設 橡膠要漲的話 你覺得這個台象的營收不會漲嗎 應該理論上也要跟著漲 所以很可能就會邁向這一波的 這個一個走勢 對 那營收進來 當然我們要再往下看 看什麼 看獲利能力 是 因為營收高 並不代表獲利能力 我們就從最簡單的兩個數字 一個是毛利率跟營業利率率 是 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台象的部分 這個藍色的線是它的毛利率 先看毛利率 毛利率其實從過去的這個2013年第三季 當初只大概剩下10%左右 現在已經逐漸的回升來到13% 它不是因為上膠漲 是因為油價跌 它做合成膠的 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成本下降 營業利率的部分 其實過去曾經跌到剩下2%左右 對 現在也逐漸回復到7% 對 所以從這來講它的營收 第一個可能要起來 第二個它的獲利能力持續的改善 對 第三個我們來講就是看一下它的 換算到EPS的部分 又是負利率概念股 對 雖然它的這個近五年的這個 美季 單季的EPS 算是往下掉 對 但跟這個橡膠的價格有關係 對 但是你可以發現我們最常講的這個 自由現金流量很重要 對 它雖然獲利衰退 但是它的自由現金流量 基本上都沒有做一個衰退 是 還是維持在一個正成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2103台項 大家可以留意 對 那另外一個我們剛剛講到 大陸大長的 這個聚秉熙 對 就PPA部分 這張圖其實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很重要 這個是剛剛士官哥講 從油價開始 它可以變成清油或者是芳香金 對 我們過去講芳香金 然後我們講到PTA 這個1402的遠東心嗎 對 那今天我們要特別講的是在這個 聚秉熙的部分 因為他齊會長 對 聚秉熙它的原料其實叫做秉熙 那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這個聚秉熙在台灣來講 其實就兩家 融化跟台塑 是 那融化在聚秉熙的營收的佔比 高達27% 是台灣最高的 是 所以聚秉熙要漲的話 當然要看的是融化 對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聚秉熙的原料是什麼 是秉熙嘛 那秉熙的價格呢 現在呢 從一個高檔開始要往下掉 對 但是呢 聚秉熙的價格從低檔 甚至要往上做反彈 所以 等於說對於融化來講 它現在的原料價格是往下掉 但是報價是往上的 是 所以代表它的利差持續的擴大 而且融化呢 它其實很厲害 它從去年的 去年的9月開始 我們看一下這個也是營收 從營收開始看起 對 營收的部分呢 這個橘色線是去年的營收 然後呢 藍色線是前年的營收 所以從去年9月份開始 你發現橘色數就比藍色來的高 代表從去年9月份開始 融化的年增率就已經開始出來了 融化就是去年那個高雄氣爆的那個廠商嘛 對那個爆炸 去年融化非常衰 一個是高雄氣爆 一個是它那個轉頭是太陽能宣布破產 所以它是苦盡該來 沒來運轉嘛 我跟你講融化其實 我這邊把捷克拿 我覺得它有浴火重生的感覺 為什麼 我們看營收一樣喔 它的營收呢 已經出現連續1 2 3 4 5 連續出現5個月的年增率喔 對 那它上次你說爆炸那時候 其實真的讓它的這個 讓它這個營收來講呢 衰退非常多 但是呢已經重新翻證了 是 你看它上次翻證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在2009年到2011年 有物料股都這樣做 對 上一次營收翻證 這個年增率翻證的時候呢 是 股價一樣從38塊跌到84塊 漲到84塊 那現在營收又重新翻證了 現在股價也才34塊左右 又來一次 對 再來一次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獲利能力的部分喔 是 這也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你看它的毛利率的部分呢 是 從過去的1% 現在已經回到15%了 那很快 對 然後呢 營業率那時候不是爆炸嗎 對 所以都是負的 但是呢 快速回到8% 是 甚至你可以看到這個 紅色線這非常高的 這個稅前淨利率 已經衝到78%了 因為它被回衝 對 對 你剛剛講到的 這是我現在要講的 對 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 今年的獲利的狀況 是 今年的法輪預估就是PP 還有這個TP的這個復甦 它今年的每股獲利 大約是超過4塊錢 是 如果再加上你剛剛講的 它這個之前 浮具太陽能的這個 超額虧損 它現在任列回衝 對 它的EPS甚至可以高達 11到12塊錢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原物料股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每天開始介紹原物料股 為什麼 因為很多股票在低檔 很多我們等這個長期叫做 這個叫景氣循環股 從原訪 我們看到了 包括的塑化 包括今天看到的橡膠 這一波的輪回 會不會有關鍵性的影響 它不是單單投資股票而已 因為它會影響到 未來FED的利率決策 這一波原物料的大反彈 到底背後的故事如何 原物料股漲越多 我們看到過去台北股市的主軸 電子股就開始慢慢轉落了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這一波的循環 官媒我們特別掌握 它不僅是跟你荷包有關 也會跟全球的貨幣政策的結構有關 我們這樣往來觀察 就是大陸在這個週末的兩會 因為市場人在期待 這個兩會就是供給策改革 要經過立法跟這個政治的協商 進入一個行政的視野 到底這一策兩會影響多大 北京的價值 尤其從供給策改革 能夠再造柴切跟雷根 至於英國跟美國的輝煌嗎 這一波原物料大漲 跟供給策改革 加上富裕的環境我們將廣告 我來持續做進入解讀 好 這次的兩會改革 其實官媒兩會就簡單解讀 它就是立法院院會 就是立法院一年 在台灣是召開兩度 大陸就每年年初召開 就三月份的時候 那包括政治協商會議 那就是上議院跟下議院 這個當然不精確 但就讓大家了解就是 大陸在這個時候會召開 在上議院跟下議院的議會 那國務院就是行政院 要去向立法院報告 就是這個概念 我要請教雲老師 當然我們這個解讀不精準 但大概就這個意思 就是上下議會同時開議 然後行政部門向國會報告 那這時候國會就利用這個時間 第一個質詢 接受報告 順便立法進入行政體系 那倒有個習慣就是 前一年會喊一個主要改革 那就是供給車改革 對 在這一次兩會的過程當中 我們怎麼觀察 它會出現什麼樣的方向 因為這過程有多波爛 包括全球人幣的重變 包括像最近陸國的房 大陸房地產的大漲 都給這個供給車改革的方向 產生一些變化 除了經濟之外 包括政治 包括外交 金山胖 準備發射核子彈了 您的觀察 對 這個兩會是我們對於這個 政治協商會議 跟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簡稱 它在每一年的春季 就是大部分都是三月 這個時候大致上每一年都要召開 是 那麼大家對於這個大陸 這個政治體制不了解 因為它有一個觀念 叫人民民主專政 那就是人民民主 所以說就形式上來講 它跟所有最進步的民主制度 是一模一樣的 都有國會 都有國會什麼的 問題是說它如果是圖去形式 沒有實質意義的話 也不見得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說為什麼全世界 非常注重這個兩會 沒有人去報導 北韓有沒有開什麼兩會的 因為那個報導也是白報導 它就是它三胖一個人說了 就決定了 大陸這個是有實質意義 它拿來作為對外宣示 那為什麼說到國外 說全世界的媒體非常重視 缺了一千多個外國記者 對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對於大陸的內部的制度 因為歷史習慣 因為語言文化各方面 實在是摸不太清楚 對 你比如說大陸每一次 一公佈自己的這個GDP的成長的時候 大家都先一陣懷疑到底應該多少 也沒有一些變數來核算 那麼這個兩會的期間 它就是要提出一個 它要一個認可它的政策 通常的習慣性啊 都是會把這個原來需要被認可的政策 先這個warm up一下 就是供給車改革啦 二胎化啦 城鎮化啦 這些事情都說了很久 然後到時候呢 如果說 比如說股市啊 要健全啊 熔斷機制弄一下不行了 那就之前先在兩會開之前 先處理一下 到時候呢能夠拿得 像一樣的東西就拿出來 讓大家呢就覺得比較好看一點 就是中國人嘛要面子 也通過行政跟立法手續完成它了 對對對 然後那個錢 就是也沒有話講啊 表示共產黨本身來講的話呢 不是一個人的獨裁 而是一個黨在引導他的政治啊 軍事啊各方面 那麼其中政治協商會議呢 你把它稱之為上院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制度 就是共產黨以外的人 在選出一些代表 對 那麼就開兩天 那麼現在整個開 大概快開完了 然後接下來明天呢 好戲就上場了 這個就要開十天 對 這個就是很厲害的了 為什麼很厲害呢 因為他事實上呢 要拿出很重要的東西呢 讓人家看 比如說他牽涉到政治方面 比如說他牽涉到社會方面 比如說牽涉到經濟方面 那我跟大家呢 稍微做一點解讀啊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他這麼重要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講四個重點 因為牽涉到的內容太多了 時間會議 第一個就是人民幣 人民幣本身呢 現在呢大家都替人民幣呢 就是捏著人民幣呢 就是捏一把汗 那不曉得到底是什麼東西 今天人民幣大漲耶 不是那個就是說每天上上下下 透人心弦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透明 然後呢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呢 也都不清楚 但是其實呢有很多訊號呢 因為我自己跟 有一些時候 有時候偶爾去大陸上了課 聽到一些做生意人來講 對他們來講的話呢 大陸目前為止 還是世界上經濟 尤其是進出口貿易 比較發達的國家 所以他們自己覺得問題不太大 但是呢人民幣呢很簡單 就是盡量維持穩定 像他們政治一樣 就是這一個字 要盡量維持穩定 人民幣呢穩定呢 就是設定一個心理上的關卡 大概就是六點多啦 就是六點五六點七下這樣 這個關鍵 然後呢他不會離開這個數字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有關於呢 他自己呢 強調了他自己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呢 就是供給車改革 要配合工業2025 這是個很重要的訊息 升級 產業升值 對產業升值 升值裡面強調呢 就是說全民創業 然後呢 萬眾創新 全民有創意 就強調這個 所以在這個企業上來講的話呢 這件事情的認可呢 是要讓全民知道 你今天開始吃大鍋飯的日子 是正式宣告結束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社會方面 社會方面就分三點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二胎化的問題正式聚聞 就是你二胎化等於就是開放生產了 像我自己很自由的 我也就生兩個嘛 對不對 我講個在這邊比起來算多的 是 那所以說這個是等於很自由生產 那另外一個就是城鎮化的問題 對 那城鎮化的問題的話呢 對大陸來講呢 是一個就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關卡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上現在要發展高質的 而且精緻的農業呢 又要把農村人口釋放出來 農村人口釋放出來 湧到都市呢 就不行 形成了貧民區 但是自己在自己的區域當中呢 把自己的都市做好 透過互聯網啊各方面 那麼這個城鎮化的問題 讓大家感受到 城鎮化相對應來講 牽涉到下面的問題 就是全民健保化的問題 全民醫療保險問題 因為這個這個社會的部分 這個這個三個部分呢 就是說二胎化啦 這個這個城鎮化啦 還有這個醫保化呢 就是為了讓整個社會呢 感覺穩定過得越來越好 這是人民所得超過一萬塊美金的時候 那是他第四個目標 就是說他設定的目標 就叫做什麼呢 就是二零一年的這個國民所得呢 到了二零二年 要Double 那麼這個會議呢 這個會議這個年限上來講呢 是有很有意義的 是 因為二零二零年呢 對這個大陸來講 他有個承諾 就是二零二年 叫二零一年的Double 對 二零二一年呢 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一百年紀念 是 這要拿出成績來的 就是說呢 你這個折騰了一百年以後呢 搞得沒有 比中國王朝要好多 也比中華民國好 對 就是受到肯定了 對 那如果是搞了半天折騰了半天 沒有很好 那這個當然就有問題 這個中國人迷信這個數字 尤其是一百 這個環境 那再接下來的話呢 到了二零二年呢 這個終點就來了 因為呢 這個習大大是二零一二年上台的 對 那麼中間要經過一個十九大 到了二十大的時候呢 習大大時間到了 就是說十三五以前的東西 就是第十三個五年計劃 十三五以前的東西呢 是這個胡溫體制留下來的一些 歷史巴伏 好攤子或者爛攤子 然後他又好好接收了 因為他沒有民主 他就要接收 但是接下來的東西 是他自己個人上台了 比如說你化妝化了五年了 你現在自己上台開始表演了 你的戲唱得好不好 你的能力到底強不強 然後你接下來要給人家 留下什麼攤子 還是說你根本不留攤子給別人 就直接幹下去了 對 這些情況 那從這一次兩會的觀察 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 所以全世界的媒體大部分來講 都是中國自己勝出去的訊號也是 中國想要讓人家看到他不好的一面 目前為什麽困難的一面 就是說比如說人民幣 自由市場 大家對中國人民幣沒有信心 周小川喊話了 他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們對外面對中國內部的解讀 到時候我表現出來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 你的解讀沒有用 我自己的十三五計畫做出來的是我自己的東西 比如說人民幣我說穩 到時候他就穩 這是可以檢驗的 對外國來講的話 因為你也弄不清楚 他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只是從這個西方的自由民主經濟的角度 來看待大陸 你根本也看不懂也看不明白 所以不如就是說 他每一年的兩會期間 尤其是十三五計畫在今年提出來的時候 作為一個檢驗的依據 你講了2020那時候 收入有沒有翻兩倍 你要不是要突破中等收入的限制跟困境嗎 你突破了沒有 你有沒有產業升級 2025實現了沒有 對 這一些指標對於外國觀察中國非常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最後一句話就是 這個世界上的經濟 也只有中國在這樣成長 你不能夠說假裝沒看到 然後自己在搞自己的那個負利率 那是沒有用的 是 這就是關鍵 我們看到其實這一次兩會當中 我們看到包括GDP目標也做調整 更重要的是 它調升了整個消費者物價的一個通膜目標 那是3% 同時擴大了貨幣政策 另外很重要的是在兩會之前 也針對人幣的自由化 做出了重大修正 先穩定國內 再做匯率改革的進程 所以我們看人幣這幾天 大幅的轉向 到底兩會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下週一會 持續會關門的追蹤 非常感謝四位